這部分的話有哪一些要求 我們再看一下 第一個 它這個跟會計比較 它是什麼 跟那個貿易公司的會計人員要記帳 然後他想要知道 老闆想知道每個月的成本 與每個月成本項目的平均 合計跟標準差 OK 然後另外還需要什麼 會整第一季到第四季的金額等等 要會整每一季的金額 然後顯示每個月金額做比較 因為他才知道說 到底我們公司的成本 哪些花的最多 OK 那哪些員工 如果哪個員工的支出最高 那當然可能要控制一下 諸如此類的 所以有點像記帳 那這個地方怎麼做 首先的話呢 編輯第一季到第四季的工作表內容 它要怎麼樣呢 把那個工作表所見的那個數值 把它取到什麼呢 取至千位就好 意思就是說呢 他把這個 各位有沒有看到 千 意思說 把那個 八 應該是千 萬 十萬 百萬 八百一十五萬 後面的話呢 把七千 跟你講 七百五 後面把它改成 就是三個零 也就是有點像那個 無條件捨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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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它裡面有多少 就變成000 那這個地方 主要呢 要用那個Round Down這個函數來完成 OK 第一個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首先的話呢 我們先把那個 第一個 這個打開來 那你會發現這邊有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總共會有這麼 總共有四季 那如果說我今天需要把這些資料全部變更的話 那該怎麼做 第一個的話呢 我是建議你可以 因為有四季都一樣 位置都一樣 對不對 所以你不用做四次 你就做一次就好 但是如果你要做一次就好的話 可能要注意喔 你要先把一到四季 先把它選起來 OK 選擇方式喔 記得喔 先選第一個 按序格鍵 再點那個 這個 第四季 OK 也就是四季先把它選起來 第一步喔 第二步的話呢 請你把 這邊的資料怎麼樣 把它做一個Round Down 可是要怎麼Round Down 一般的話呢 當然你不能直接在資料上做Round Down 你可以在 旁邊 也許我間隔一欄 的I2的位置 把它插入一個 我們之前用過 這邊沒有用過 Round Down 應該在哪裡 數學三角 裡面的話你找到一個 R開頭的一個函數 所以往下找Round Down 剛剛有用過 Round Up 那我們現在用Round Down 那Round Down的話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如何能夠把這些數字 我們就選 把這個B2選過來 那你會發現 我們的 需要看到的結果 應該是 本來是千萬 十萬 百萬 千萬 一千一百多萬 要把後面的三個0去掉的話 那記得喔 如果你加上0 是取到整數 剛剛是用0 那如果你要往前推的話 記得喔 你用負的 負1的話 你會發現負1會怎麼樣 負1 有沒有看到4不見了 有沒有 那如果負2的話呢 有沒有發現9不見了 那答案應該多少 負3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如果負3的話 那意思就是說 把後面三個0去掉 意思 OK 所以特別是用負3 按確定 所以這個第一步按確定 那確定完之後的話呢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我們要的數字 總共三個月嘛 所以123 向右 三個月 這個出現有這種緊字號 表示什麼 寬度不足 等下要把它拉寬 向下 OK 那寬度不足 怎麼把它拉寬 還記得吧 選取這三欄 在他們中間的任何一條線 點兩下 它寬度就OK了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們可以把這些資料 把它怎麼樣呢 把它蓋過去就可以了 蓋到這個範圍 那蓋過去的時候 特別注意喔 你可以留下原來只有資料 公司不要 不然的話你會發現 如果把這個範圍 以前的做法是Ctrl C 那如果你Ctrl C之後 你直接怎麼 Ctrl V到這邊的話 它會變成 哇 全部都變成 緊開頭就錯誤 REF就是意思說 它找不到參考資料 為什麼找不到參考資料 因為它原來的這個公司 是參考這邊的B2 可是你把它蓋過去之後 B2不見了 所以它後面的資料也就消失了 所以怎麼辦呢 Ctrl C一下 記得喔 這個地方喔 如果你要能夠正確的完成的話 糟糕 它沒辦法Ctrl C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沒辦法復原 那只能關掉重開的 所以呢 所以如果你 假設你要不失敗的話 記得Ctrl C之後有沒有 複製完喔 貼過來的時候 記得要用什麼 選擇性貼上 記得貼上什麼 只有值喔 所以喔 特別注意 如果你是貼值的話 那就不會有這個問題了 OK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喔 那123G呢 就全部完成了 畫面先畫面 畫就是把這個範圍的資料 記得是複製 那過來的話 記得是按右鍵喔 右鍵之後的話 選擇性貼上 只有值喔 OK 貼過來的值的部分 這樣的話就 相對是沒有問題的 OK 因為我剛剛是有做過一次的 那最後記得呢 再把這個做過的資料 選起來 delete 掉 這樣就大功告成 那你會發現呢 這邊的資料 因為四季都一樣的位置 所以呢 它一次四季全部都做完了 做完了 OK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把底下 再做加總的動作 所以底下這個加總 其實蠻簡單 這邊有個自動加總 然後把上面的範圍選起來 打個勾 再向右拉過來就可以了 這兩個月份也就 計算完成了 然後第二季也OK 第三季也OK 第四季也OK 然後那就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再做平均 那平均的部分的話呢 當然你可以直接從這邊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就是平均指 一樣把平均的部分 然後它抓到這個範圍OK 你就把它打勾 向下填滿 它就幫我把這個地方的資料做平均 那核記的部分的話 指的就是 特別重要 如果你這邊做加總 核記做加總 它會多一個欄位平均 所以你重新再選一下 選一二三月 然後把它打個勾 向下填滿 OK 那就可以把這個前三個月的這個資料做加總 再來的話呢 是標準差 那標準差部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題目 題目部分的話呢 它要我們做到的效果是什麼 標準差這邊有一個 叫STDEV.S這個 另外的話呢 加上RUN的函數 取到什麼 它說四蛇五入字整數 所以我們先用那個算標準差 那標準差的做法 其實跟剛剛一樣 你就插入函數數學 然後找到所謂的標準差 我們把STD 所以S開頭的 往這邊找一下 ST 數學 跟這裡一樣 應該是統計類吧 統計裡面 找到STD 裡面找 ST STD 那剛剛它要我們是什麼 這個 EV.S這個 OK 沒錯 然後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一樣會問你說範圍 那我們就把1、2、3月的標準差 把它加上來 那至於什麼叫標準差 我想這個不是我們課程的重點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你Google一下標準差 你剛剛有學過什麼叫標準差 OK 好 按確定 以前好像高中數學 OK 向下填滿 好 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把這個標準差算 不過 這個地方還有一個地方 取到整數了 所以最後的話記得把這個 ST DEVS 這個減下公式 然後再插入一個 用RUN RUN RUN的話是在這個數學裡面 RUND 把它取到整數的話 然後就把剛剛的公式貼到LUMBER 然後LUMBER DIGITS 輸入0就可以了 好 那取到整數 按確定 好 向下填滿 沒有 沒有還沒有 還有這個 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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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特別注意喔 這個平均的部分喔 根據它題目的敘述啦 我的揣摩是這樣 它這個的平均喔 不是指的是上平均這個範圍喔 而是平均這個範圍 這個所有TOTAL的平均 那這個合計的話呢 不是上面的合計 其實也是這邊的合計 不過好像 其實結果應該說是一樣的啦 我不知道 你們可以試試看喔 它的題目好像是要這個範圍 所以呢 我們平均的話呢 一樣喔 先插入一個平均 OK 平均值 然後跟它講說 範圍不在上面喔 是在這個範圍 打個勾 OK 那就把這個範圍的資料做平均 那合計的話呢 一樣從這邊 不是上面的 改一個範圍 改這邊 打個勾 那再來的話 標準差的話呢 標準差好像這邊如果沒有的話 那你其實可以點這邊啦 最近使用過也可以 這邊有個最近使用過 OK 最近使用過的這個 STDEV.S 然後跟它講說 這個範圍 幫我求出它的標準差 OK按個確定 好 這樣的話呢 就完成 其他的這個相關欄位 那我看一下喔 這個地方 平均的部分 需不需要用RUN 如果需要RUN 的話呢 同樣喔 那你可能也要 這邊也需要RUN 所以同樣的 這邊外面喔 也要再包一層RUN 那你可以怎麼把它剪下來 插入函數喔 最近有用過RUN 所以再把公式貼上 底下的話呢 輸入0 因為要取到整數 然後呢 我們就輸入0 你會發現它有小數點變成 直接就四捨五路了 OK 好這樣的話呢 切到第二季 切到第三季 切到第四季 你會發現喔 這個四季呢 就全部一次完成 好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取消 多個工作表的選舉喔 記得點一下 這四個以外的其他工作表 比如說年度報表 點一下 這樣的話就恢復了 不然的話 如果你點的是你選舉的其中一個的話 它是不會取消選舉 OK喔 這一點可能要特別注意喔 一二三四喔 請各位試著把 這部分先完成喔 OK喔 畫面先往你推喔 看到那個問題蠻好的 他想說 老師這個RUN的跟沒有RUN的 好像結果一樣嗎 那其實哪裡不一樣 其實 這個差異啊 蠻大的喔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RUN的喔 有沒有RUN的 你想說欸 老師沒有RUN的 跟有RUN的一樣喔 實際上最大的不一樣在哪裡喔 你們可以看一下 插入函數的時候 又加RUN的喔 我把資料加過來 你會發現這個是 440 有沒有 44086.6207啊 如果你用RUN的之後 按輸入0 取到整數的話 實際上喔 它本來的資料是長這樣 但是經過RUN的之後呢 是長這樣 其實看起來 表面上經過格式是一樣的 但是喔 實際上 存在裡面的還是有小數點喔 所以經過RUN是真的 四捨無路喔 這可能要注意一下 兩個看起來很接近 但是資料其實是不一樣的 這一點可能要特別特別的小心喔 好 那其他欄會部分請貴 就自行再把它完成吧 在雲端上我有一些 這個截圖喔 再參考一下 那最後的話呢 當然是需要把一到四季喔 全部的資料匯整在年度報表 也就是說 一到十二月份 全部幫我匯整到一張工作表 因為第一季只有一到三月 第二季是四到六月 分開來 所以要合併這樣 合併怎麼合併 最簡單的方法喔 你可以用那個所謂的 合併匯算 在哪裡呢 在資料裡面的合併匯算 那合併匯算特別注意喔 怎麼做喔 首先1 請你先點選 把優標先放A1喔 按一下那個合併匯算 接下來的話呢 請你點選什麼 點選第一季 把範圍選起來喔 A1一直選 選到G的11 OK然後按一下新增 再來的話第二季怎麼做呢 一樣喔 再選取第二季 然後把一樣的範圍 所以你會把你點過來喔 其實不用選 他原來選取的範圍喔 再來的話呢 我們來把第二季也加進來 OK喔 再來的話第三季 所以第三季切過來就可以了 再按新增 再來第四季 按新增 然後把那個頂端列 最左欄跟什麼呢 來源連結再打勾 那這個為什麼要打勾喔 其實題目裡面有說明 請各位自行再看一下 因為上面它好像有特別提到 它需要什麼 需要把這些有沒有 自動更新就是要連結 然後最左欄頂端列 這個都需要 然後再來刪除B欄 並且把欄寬 A到P欄喔 設定為11.25 所以呢 我們把這個打勾案確定 那你會發現 哇 1到12月份的相關平均合計標 都過來了 OK喔 那最後把B欄也刪掉 因為為什麼B欄要刪掉 我看一下 這個B欄是不是有多一些東西 B欄是空白的 所以把B欄刪掉 然後最後把A到P的寬度 所以按右鍵齁 儲存個格式 不是格式 不是格式 應該按右鍵有沒有 藍寬有沒有 把它改成什麼 11.25 按確定 這樣子 就完成了 OK喔 所以最後把它儲存吧 令存新檔名稱改成206 就完成 那今天的話呢 大概就是202跟206這兩題 好嗎